你好 歡迎登機 開箱私人飛機 四人座位 皮質座椅 中間有個折疊小桌還能共餐 這台輕型噴射機Sitation M2 採用噴射引擎 最大航速可以到達每小時750公里 身為有能力買飛機的一員 吳浩智當然最懂富豪們的想法 有提供頂級服務 像是普通民航機 飛行高度約3.9萬英尺 長壓約7-8000英尺 私人飛機最高高度可以到達5.1萬英尺 長壓在3000-4000尺 不但更平穩也比較不會缺氧不容易被 而不僅要服務頂級舒適 還得兼顧隱私便利 其實他們需求就是便利還有隱私 那我覺得便利性這一個部分 如果做私人包機絕對是這樣 因為你不用進航廈 那就是隨到隨走 那是飛機等你不是你去等飛機 國家實質GDP達1兆美元 約可以擁有250架商務機 而以台灣2022年實質GDP21兆換算 台灣約可以擁有180架商務包機的實力 是目前僅擁有18-19架的10倍以上 加上台灣到亞洲各處 約末航程都在175分鐘左右 極具私人飛機的市場競爭力 仍然要養一輛飛機可不便宜 買價約末就要20億元 養一輛飛機一年也要5000萬台幣 包機的話 飛印度班加羅爾 單程要價12萬美金 相當於370萬台幣 近一點的日本熊本丹湯 也要40萬美金 相當於120萬台幣 起飛降落台灣一年有28萬架次飛機來來往往 其中就藏著頂級富豪私人飛機 台灣大概現在掛台灣級的飛機 大概就是有10幾架 誰能擁有自己的飛機呢 包含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擁有要價21億元的美國灣流航太商務機 旺旺蔡也明最高同時持有4台飛機 其他包含孤家、荔金、蝗蟲人 遠東、徐旭東也都有自己的飛機 私人飛機裡頭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好歡迎登機 開箱、私人飛機、私人座位、皮質座椅 中間有個折疊小桌還能共餐 這台輕型噴射機Citation M2 採用噴射引擎 最大航速可以到達每小時750公里 那目前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的這個跑道 是在桃園機場的上空 那我們會降落在05左的一個跑道 儒浩之是這一家私人包機公司的創辦者 原本從事電子製造業 會投入航空市場是因為COVID-19 那所以說疫情的時候 剛好在能夠有機會去學習飛行 學飛之後就想要擁有飛機 擁有飛機因為台灣其實普通航空業 是比較保守的 身為有能力買飛機的一員 儒浩之當然最懂富豪們的想法 要提供頂級服務 像是普通民航機 飛行高度約3.9萬英尺 長壓約莫是7到8千英尺 私人飛機最高高度可以到達5.1萬英尺 長壓在3千到4千尺 不但更平穩也比較不會缺氧不容易被 而不僅要服務頂級舒適 還得兼顧隱私便利 其實他們需求就是便利還有飲食 那我覺得便利性這一個部分 如果做私人包機絕對是這樣 因為你不用進航廈 那就是隨到隨走 那是飛機等你不是你去等飛機 不用和大家一起走進航廈排隊 還可以像計程車一樣隨招隨搭 特別是許多台商設廠的地點 都是台灣傳統航空不營運的範圍 像是印度的班加羅爾 中美貿易以後我們感受到 印度是一個很可以發展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都依然投入了進來這個市場 那我們也是按投入進來以後 每人以30%的增長力再往上跳 全球產線轉移 摩根大通預估iPhone在印度的製造比例 將從2022年的5%增加到2025年的25% 台商也搶進印度 但是像是班加羅爾位於印度南部 和首都新德里距離2100公里 從台灣出發目前沒有直航航班 至少得轉機一次 航程也都是10小時起跳 這還不算出入境時間 但如果搭乘私人飛機 從台北松山起飛 就能把時間壓在單程7小時左右 它其實基本上是可以從早上去 開個會把重要文件簽一簽 晚上再回來台灣 我覺得一天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這樣 根據龐巴迪公司商務飛機報告 國家實質GDP達1兆美元 約可以擁有250架商務機 而以台灣2022年實質GDP21兆換算 台灣約可以擁有180架商務包機的實力 是目前僅擁有18到19架的10倍以上 加上台灣到亞洲各處 約莫航程都在175分鐘左右 極具私人飛機的市場競爭力 仍然要養一輛飛機可不便宜 70萬台幣 近一點的日本熊本單燙也要40萬美金 相當於120萬台幣 而搶攻金字塔頂端的生意 不只有航空業 大火快炒中捲和蔬菜做成一道潮舟小炒 明廚料理端上桌 這可不是什麼星際餐廳啊 而是豪宅提供給住戶的服務 一天六餐提供 從三餐到五茶宵夜通通包了 小心喔 德國進口車承載接送服務 這也是豪宅提供的服務 就算是想自己開車也不怕弄髒 因為豪宅裡就有人替你洗乾淨愛車 其實他們位於台中七騎 那是豪宅鄰里的一級戰局 在2021年的一項統計 其其共有179棟住宅大廈 住了一萬多戶的居民 當地居民總財富 就佔了台中市民的三分之一啊 因此要服務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客人 見上不委外物業公司 自己一條龍通包了 但除了管理費外 豪宅還會再收取會館費一個月1500元 那意味的是這樣的高位軟服務 讓他們在預售時就已經玩笑了 事實上在台灣 10億富豪就高達7000人 總資產更破15兆元 但問題是台灣的貧富差距也飆到了67倍 創下歷史新高 於是當全世界都在瘋狂追逐 富豪口袋中的每一分錢的背後 我們能做的似乎只是站在裂縫旁 抓緊那些從中飛奔而過的黃金